不少人受到睡眠问题困扰 一项最新的研究就发现 有家族失眠病史的青少年 接受认知行为治疗之后 日后失眠的风险可以减少超过七成 曾经有研究说 香港大约有一成至三成六的青少年 有失眠问题 如果父母有失眠时 她的青少年子女的失眠风险是一般人的三倍 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大学联同加拿大灰北克拉雅尔大学 在2015年至2017年期间 邀请了就读本地中学的242个 12至18岁的青少年参与研究 他们至少一个父母有失眠的问题 本身也有轻微的失眠症状 即是每个月有一至两次的入睡困难 或者半夜窄醒等等 他们分成两组 其中一组接受为期四个星期 每个星期一节一个小时的认知行为治疗 包括学习睡眠知识 赞写睡眠日记等 另一组就没有任何治疗作为对照 有进行治疗的青少年在之后的一年跟进期 失眠的发病率只有5.8% 原低于对照组 失眠的风险减少7.1% 汤米在中三的时候参与计划 当时他有失眠问题 可以整晚都没睡意 参加治疗之后就学会了怎样帮自己入睡 研究团队说以往未有研究证实失眠是可以预防 希望做一步探讨如何社会上推行这些治疗 无线电视记者吴森鱼不道